擺了後面那個都是訓問室 長得像那種醫療室一樣 都是用藥在那裡 總部也就是台灣以前的警備總部 旁邊是公益博物館 這麼漂亮 對面這一棟是普魯士幫議會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什麼 這棟是在帝國柏林昇華的普魯館 叫做恐怖地形圖 原來是納粹德國時期主要的鎮壓機構 叫做蓋世太保和黨衛軍的總部 台灣的軍備總部是以前的日本軍的總司令在住 所以我們... 不需要啦 這個社會... National Socialist 一定贏得政權 一直離除世界大戰的時候 叫盟軍給他帶到水口口 拿著防抗軍 這是第一陣的民主檢察的頭 以防抗軍會犯人 放風就在散步 後來這個為了轉型正義 將這個醫療改定器 台灣都在那裡 舉手禁裡 剛才這棟 這個空氣 這個都沒有了 這個很勇敢 這很勇敢 進去的裡面 電視條 當成納粹德國 推到人民的占卜 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 有些示眾 反對 反對黨的 人 這棟是在2010年的時候完成 用來建築書 彼得祖母托 手勢 沒去到泡布冠正常在1987年 抹育料第一件的天南 這裡的地下石一間一間的房間就是當初蓋世泰寶在興求人民的所在 裡面有很少的地方 當初蓋世泰寶在興奮一間一間給它寫出來 在這裡看一看 像是我們臺灣 禮禮八十五間裡面的很多金雄 到現在又不敢說出來